大家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四 收市之後 今天講股彈得很好 841點的升峰 我想前兩天這樣跌的時候 大家很害怕 這兩天是否大家又很亢奮呢? 如果你問我市見底味 我不覺得 我想大家由年初一邊聽我說 用250周線去看恆生指數 是牛市還是紅市的話 現時250周線大概是27,000點 269幾幾 一天上不回這個水平 其實就已經展開了真正的跌浪 當然上升浪會有回調 就等於跌浪都可以有反彈 尤其是你看到這幾天的反彈 最多的是什麼股 就是那些之前受累於政策 而跌到爆的股份 sort covering 夾淡倉 包括科技、教育這些 彈得最應 而正正因為他們負責彈得最應的時候 老實講 市是沒有改善到 那管很多的口述 很多的放水 這些其實是雜音 我覺得只要明天 星期五 全州仍然是無法修復27,000點的話 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就好像 上年2020年3月打後的一些 不一定是急跌 不過會悶或者跌足幾個月 下方25,000點不排除再試 甚至更加低 所以現時我會把握這兩天 反彈去到挨近27,000點 站穩當然好 站不穩的話 反而是把握機會減持正股 或者最少都要開一些反向的ETF 來做對沖的部署 因此建議大家 關鍵是星期五 看緊一點 不要以為市見了底